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是我們Webco宰雪瑩的第一片 你要我主講人在胡帥蕾講的內容就是Android平台的開發 好 這個東西其實我在半年前也是宰雪瑩的暑假的時候有講過一次 但是那陣子可能準備不夠也要能力不太夠 反應沒有很好 那個時候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大概上面提到那次制的狀況可能都會有 這樣子過了半年 好 那 我就 好 希望有被好 也六個小時 比之前長 之前好像是講了大概兩三個小時吧 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 好 今天是我的Outline的部分 最主要 這次裡面 因為有六個小時嘛 所以大概我會分配前三張大概就是 就是這三個小時裡面大概是會講的內容 然後接下來下面四個部分就是剩下三個小時會講的 所以一開始我就先講 哎呀 要不要到這裡 一開始我就先講介紹的部分 好 那 哪一個部分的主題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現在的部分 嗯 第一部分是 就簡單介紹一下Android跟它背景相關的一些東西 然後第二部分是 呃 關於 呃 在這個應用開發 開發的時候 我們會注意到的 一些事情 但 這部分我會算為三部分 我把它拆 拆開出來是怕 因為 如果我一開始先講 你環境的建設的話 我怕大家都會睡 在睡覺 但是如果 如果我 呃 全部把全部開發的集中 集在一起的話 中間可能大家有些部分 我會 呃 沒有聽得很懂 所以我 都把這三部分拆開 這樣子 所以開發會 都直接有三部分 就拆溫拆處 然後 看 呃 第三個就是 呃 開發環境的怎麼建設 這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 接下來有 呃 在開發功能中 你可能會用到的一些 額外的工具 在這邊我也有提到 要到最後就是 troubleshooting 就是一些 呃 你在這個開發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碰到一些 奇怪怪的問題 那這些奇怪的問題 在這邊 大概會 把我知道了 跟大家提一下 也 告訴你一個解決方案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現在一開始 就第一部分 就是 現在介紹 Android的一些配合 好 我還要問的是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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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嗯 它 最主要 我是 會 介紹 一開始 你最初 接觸的第一個 Android的 program 裡面 呃 你會 需要 製造的一些 很基本很基本的 一些知識 我會 用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 方式 跟大家講 然後 Part 2 的時候 我會向大家介紹一下 在Android這個開發過程中 呃 你會用到的 呃 一些 呃 物件 那些 原件 我會跟大家提 還有就是 Android裡面有一些 呃 呃 特別不用說 呃 你怎麼樣去用Database啊 怎麼樣去用地圖 跟怎麼樣去 呃 用網路連線 我都會在Part 2裡面提 然後 呃 Part 3的話 呃 會 向大家介紹一下 在 呃 Android這個開發裡面 去了我們最基本 最普通的 呃 一套開發方式以外 我會向大家介紹 另一個 很接近 你寫網頁的 一套開發的方式 所以我會在Part 3裡面跟大家提到 這樣是可以嗎 那個叫 那個方式叫做 喔 那個 那個我會提到一個工具啊 那個 那個叫 Phone Gap的工具 我會向大家介紹一下 它 它 它是一個 跨平台開發的工具 外句話說它不是 單純 只能應用在Android上面 你也可以把它用在iPhone上面 外句話說 如果 你在這個 呃 架構底下 你寫的 應用 你能夠 你需要在 能夠在Android上面 跑以外 你也可以在iPhone上面 跑 只有它Support的平台都可以 大概就這樣 然後 OK 整整 一開始介紹 好 大家 看到了這張圖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個是什麼 就是 呃 大概是上禮拜 還是上禮拜 就Android 所以 Google 提出來的一個 以它的名號 提出來的一支 手機 雖然 做的也 也不是它做的HTC 但是 最早這支是第一次 以它的名 Google的身份 提出來的一個手機 好 然後 應該目前 跟地表上 它所謂應該是最強的 一支 Android的手機 好 但是 好 這支手機來講 嗯 對啊 阿鳳阿瑪來講 你只要知道它是一台手機 就OK了 問題是 在做的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 那個人 如果你 還是單純知道 它只是一支手機的話 那可能就有點問題 好 如果 那我們資工 人 有時候 對它的了解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 一個 平台 但是 說平台可能會有點臭相 就是 什麼叫平台 那如果 我具體 告訴你一個答案的話 你可以說 它是一個 作業系統 比如說 你平常在用的Windows 它是一個作業系統 有些 通常 伺服器在跑的一些 火焰伺服器在跑的系統 可能是Linux 所以這些都是系統 那 Android 它也是一個系統 剛才提了Android 是一個系統 那 Android 這個系統 是誰提出來的人 最初是Google 但是後來 Google 把它 做成 以它為首 創立了一個叫 OpenHandset Alliance 開放 裡面裡面總共包括了這些 五個 一個就是 手機的行動網路的服務商 還有就是 做手機的那些工廠 還有就是 缺了做手機之後做晶片 還有就是 你手機上面你會有一些玩具 換句話說 你也需要有玩具的東西 在當中參與 最後就是 一些跟通訊有關的一些公司 公司都在裡面 其實這樣看的話 其實跟 跟一隻手機有相關的一些公司 都其實都在裡面 所以 基本上Android 你可以說 它的整個供應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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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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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很完整的 但是 其實 如果 這裡來講 對你 在做現在的需要來講 其實 你只要知道 怎麼開發 其實更可能足夠了 那 簡單而言 那在 完體 它的完體系統來講 目前都還是由 Google來主導 雖然可能中間有其他的 公司有寫助 但是 目前主導的還是Google 那 等一下 補充一下 那個 有關手機的 所謂的標準組織 非常非常的多 那 這個 最近大概 十幾年來 剛剛看 現在從影片上面的 這個 operator 像中華電器 台灣大哥大這些 Hands & Manufacturer HTC Nokia Erisen 然後 Semiconductor 的 商品 微軟 IBM 這個 增援 Google 商品 商品 公司 那 最後 最後 這是什麼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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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 商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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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在做 主要是前面 前面那幾個 他們都想要什麼 他們都想要主導 這個 行動 網際網路的標準 包含了設備 包含了通訊的標準 那 每個人都想主導 那 結果